臺南市登革熱本土病例 昨天再增一例 累計達到了有十五例 都還是同一個傳染源 沒有擴散的跡象 而高雄也針對與臺南市警鄰的六個行政區 來擴大清潮 巡檢人員挨家挨戶檢查積水容器 就怕變成滋身病霉紋的溫床 臺南市在十八號增加三起本土病例 兩例在東區 一例在仁德 十九號也增加一例 是先前確診病例的家屬 累計已有十五例 初步判斷都是同一感染源 將持續在仁德成功里活動中心 設置擴大採檢站 即日起到二十一號採檢就送電文牌 高雄市也不敢鬆懈 一早官員帶隊到 新達漁夫市集擴大巡檢 發現公測洗手臺的排水管漏水 地上出現積水清台 還有蚊子出沒 也有大型水桶底部積水 都以資深並沒聞 我們從六月十五號成立了北高雄六區的指揮中心以後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 都針對每一個區提出的問題 我們都馬上及時解決 市府表示北高雄 決定湖內陸竹阿聯 岡山田辣 這六個行政區 近臨台南 十五號已成立指揮中心積極防堵 希望讓民眾安心 只是上週末進行高風險場域 並沒聞監測時也發現兩所學校 分別出現校內多處陽性點 校內累積多個積水容器等現象 都被要求改善環境 記者溫正恆 王老廷 陳顯坤 台南高速報導